首先呢我们来分析一下 接下来我们要产生了哪些程序 首先呢我们先要对这个模型做一个粗开 做一个粗洗 整体的一个粗洗 我们看一下简单看一下它的一个道具路径 这种方式呢主要是以外部进道的方式 可能相对这个调道会多一些 稍后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相对的优化一些 使它就是说这种螺旋下道 这样就不用产生这么样多的一个跳道 粗开完之后呢 然后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动作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二粗 二粗 二次开粗 这个实际上也算是也是一个 整个的一个开粗的过程 这是我们的一个道具路径 二粗的一个过程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半径洗 在半径洗的时候 我用了一种投影的这种方式 投影的这种方式 整个直线的一种平行洗区 为什么直线洗呢 主要是因为它其中有一部分区域 就这部分区域 它是趋近于这种水平的这种状态 趋近于水平状态 所以选择了一种投影的 直线的这种加工方式 这样呢最后 在二粗之前 二粗的时候可能相对这个效果可能会好一些 这样使它的毛皮更加均匀一些 好接下来呢 还是我们一段二粗的程序 这段呢就是为了使我接下来的这把相对较小的刀具 使这个切削时这个毛皮更加均匀 所以说在第一次平行洗削之后呢 就增加了我这个脚步清根的这样一个动作 因为如果说你我上一个动作 就前面这个 直线如果说很小的刀具 一个很小的刀具 那么就是它不会 它的效率是非常低的 这样呢我们有很大的刀具 把这个水平区域 就是说这个平坦的区域 和这陡胶区域清完之后呢 再用一把娇小的刀 把这R角再光一刀 这样效率可能会更高一些 接下来这个路径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惊喜的路径 在惊喜的时候 我首先呢给它区分了一下 惊喜的是我们这个垂直的区域 惊喜的垂直区域 接下来这个刀具路径呢 是惊喜的 惊喜的我们的水平的这样一个区域 在这里呢 我惊喜的垂直和水平是分开的 他们在衔接的地方 可能就是这个R值的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惊喜的这个水平的区域 实际上我们在这里面 你可以把这个垂直区域打开 看一下整体的这样是个什么效果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实际上就是说垂直也好 水平洗也好 垂直洗穴也好 它整个的刀具路径就覆盖了 我所有的被加工的这样的区域 加工完所有区域之后呢 我们还就增加了一个清根的这样一个动作 还让刚才的说法是一致的 当你洗到位的时候呢 如果是用很小的刀具 这样呢 你才能把这个圆角清到位 那么莫不如我们采用这种方式啊 洗完水平再洗完垂直 最后呢再洗我 最后再用清根这种方式 把这脚清出来 在这里可以看一下 它的 刀的轨迹这边是非常棒的 我们可以看到 对这种螺旋的这种方式 进退刀都是R的过渡 而且就是说两个跳刀之间的这个路径都是 沿零件一个最小的一个这支圆弧过渡过去 这样呢对于这个机床来讲 特别是像我们现在的这种高速洗的机床来说 是非常有优势的 好 我们现在呢就来做这样的一个模型 好 我们现在打开这样一个零件 在Solid Cam里面新增 新增我们的一个洗靴的一个操作 在这里呢我们使用它一个相同的一个目录 单击确定 在这里呢我们还是同样的使用这个 默认的这个法达克这个系统 现在呢我们来定义它这个圆点 单击加工圆点 好 我们现在选择这个底面 选择这个底的这个平面 作为我的一个XY的一个平面 实际上你选上这个XY平面之后 你发现这个Z轴是向下的 Z轴是向下的 这时候呢我们就给它 给它翻转一下 也就是使它向上 使它Z向上 使它Z向上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指定一下的位置 比如说我们要使它这个位置 使它原点位置在这个 使它在这块 我们看一下 确定 比如说每次碰到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原点还是要放在这个位置上 好 放在它的一个 呃 左上角这个位置上 然后在这个位置 我们单击确定 然后再确定 那在这里呢 我们同样的要定义 这个素材形状和加工形状 就是定义我这个毛皮是什么样的 和这个 呃 整个这个被加工对象是什么样的 呃 同样的 我们在这里面定义 我们这个素材形状和加工形状 素材形状就是我们的 这个啊 毛皮的形状 啊 在这里我定义了这整个的这个 它一个限制框啊 限制框 作为我的这个 呃 毛皮的一个形状 也就是一个方盒子 作为一个形状 呃 当然了在这个实际上 在呃 我们的被加工形状 也就是加工形状里面呢 就会加工成的零件呢 就是我们当前这个 所以说 你直接点选啊 整个这个零件就可以 我们在这里都可以看得到啊 这是我最后加工的形状 啊 同样我确定完成这个 CAMPART的一个定义 啊 接下来呢 我们现在就对这个零件做一个啊 加工 首先呢 按照我们刚才一个说法啊 刚才的 就先对这做一个粗加工 在这位置单击右键 新增啊 同样新增我们的这个HSM 就新增我们的高速洗靴 在这个界面当中啊 我们首先选择在被加工 加工的这个策略 在这里面选择这个粗加工 高速加工啊 轮廓粗加工 对项目就是他啊 好了啊 我们就定一下刀具 实际上在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选择 选择什么呢 实际上你可以很多种方式 你可以在这里面新增这种方式啊 新增我们的刀具啊 选择一二三三二一啊 选择一二三啊 这些很多种方式了 但是呢 我们在这里面呢 平常在做的时候呢 主要是应用的是刀库 所谓的刀库呢 就是因为我们对 针对这个零件吧 在固定的机场所加工的时候呢 所加工的时候 他所使用的刀具都是固定的 我呢 就是在这里面 我把这个刀具 做了一个刀具库 所以我在这里面直接选择一个输入 选择这些选择输入 我们可以选择相应的一些刀具啊 选择相应的这些刀具 然后点确定啊 就可以从这里面输入进来 当然这方式有很多了啊 当然方式有很多 我们找到相应的路径啊 在这里面 比如说我选择 LS的 呃 在这里面我选择啊 选择这台机器啊 或者我选择这台机器 但选择不同机器的时候呢 啊 它会有不同的道具列表 当然了就是不同的刀具库 不同的道具库 针对不同的机床啊 我选择HSM 我申请这样的一台机床 在这里面呢 单击有件选择 所有的都复制的复制过去 然后把这个关闭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的刀具都过来了啊 所有的刀具都导入进来了 在导入进来的时候 它不但就是说导入了 呃 一些刀具的尺寸啊 刀柄 它啊 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到啊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得到 可以提前预览一下 刀具和刀柄 还导入了什么呢 实际上导入了这刀具的一些信息 你比如说像啊 我这把刀啊 比如像我们这把刀 转速是多少啊 进给是多少 不同的刀具 它这个转速相当于会设置的会大了一些 我们可以看到啊 当你导入相应的刀具的时候啊 它相应的这里面的一些啊 刀具的参数啊 都会掉入进来 但期望在这个位置时候啊 所有的参数都会导入进来 好了 我们选择第一把刀 20的利息刀 我直接选取就可以了 啊 这样这把刀具呢啊 就导入进来了 我们来定一下这个边界啊 也就是定一下我们的加工范围 我在这里所有的都是按自动的 路径在这个位置 我给它一个 0.5 0.5的余量 在下期层深的时候 给了一个四个深 给了一个四个深 这些呢 我都认它 都用它这些默认的这种方式 虽然这些默认的方式 并不见得是最优的 但是 应该是它最安全的 同样的 我们来模拟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这种螺旋的啊 螺旋的这种加工方式 好 我们退出这种模拟状态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退出 也可以怎么样 也可以存档并拷贝 因为我们接下来呢 还是要再做这个高速加工的一个二粗 在这里面呢 我直接用参与材料 这个粗加工的这种方式 刀具呢 我们切换一把刀具 切换一把刀 在这里呢 我们用这把刀 二粗的刀 二粗的刀 一般我习惯就选择这种牛逼刀 限制边界 自动建立 都是用参考上一部加工 在这里呢 给它一个余量 同样呢 我给它一个0.5的余量 0.5的余量 这些层深 偏移 我都采用四个的 我直接计算 我都采用四个的 我们来模拟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它这个刀具路径并不是说啊都是像那种啊每个地位置都有到啊都有到轨的它只是在这个有毛皮的地方或者是毛皮不均匀的位置啊啊产生道路轨迹啊正常的比如加工到位的地方它是不会产生道路轨迹的一般情况 它是在这个呃波峰的位置会有像其他的部分那就是说啊上一把刀二十一把刀加工到位的像水平这些区域啊啊它是不会产生道具路径的 同样呢我们再往下进行我们来进行一个二出啊存脑并拷贝啊接下来这个动作呢我们要做一个啊啊 直线的一种加工方式啊使它毛皮更加的均匀 我们用这种啊高速加工直线的加工的这种方式啊刀具呢我们换一把刀啊在这里呢我们换一把就是这个呃 呃败十的一个球头刀啊败十的或者败十二都可以哈嗯在这里有没有中用这个呃败六败八嗯打算一把败十的那这样啊我重新呢重新添一把啊败十的把球头刀啊败十的把球头刀 限制边界都采用自动的啊在这里呢我们一定要留一个量啊留一个量我在这里面留了是二十道的量 可能根据刀具和材料的不同吧可能流量可能呃也不会相同在这有流嗯间距是给了是一毫米啊一毫米一个间距我计算一下 呃因为可能呃针对不同模型的不同形状可能会采取不同的二出的这种洗血策略 在这里呢我是采用直线的方式有的时候还可以采用这种3D啊就是相等的Z值这种方式 也可以当然这就看这个模型具体形状了呃像这种就中间有呃这种水平区域的就是要突出这种水平区域的就可以采用这种直线的这种方式 因为像这个并不是真的并不是这个精甲工所以说只要他那毛皮相对会均匀一些就可以 啊无论什么方式都可以就像刚才说的3D也可以就直线也可以为什么采用这种直线的就是这种直线的方式呢他呃效率相对3D那种会高 高一些因为他只是投影方向啊只是投影方向做了一个啊优化其他的就是说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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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更多的 所以这种方式无论是计算或者加工效率都是很高的当然我算这给的是一如果说是嗯 嗯要再细一些的话啊要再细的话你可以给到点5或者0.5那这样就是模型会更好看一些 呃在就是说在做呃精加工之前呢我们还要把这圆角处理一下因为前面的是用了一个相对呃 呃范10的球头刀比较大一些那至现在呢我们就用这个呃更小的一个球头刀来把它搅光一下啊在这里呢我们选择这个高速加工残余料这个加工的这种方式就是对他不均匀的这个圆角处啊啊做一个处理在这里呢我用的是这一个 啊 的 的 的 好这里面这个转速给的相对快一些 好我会在这里面就可以相对调整一下 呃实际上真正加工是不用调整的因为我们选择了是这个法纳克的这个机器法纳克的这个机器啊它不是一个高速机它的最高转才达到了是8000转 而就是说嗯 我调用的这台机器HSM这个刀呢呃是另外一台机器的 所以说可能在这个位置要更改一下 好这块可能也要注意一下啊我这把这个刀库呢是掉的高速洗机呃高速洗那台床子的这个这把刀啊这个刀所有的参数都是掉的那台床子的那么我现在就是说用的这个poster啊刚才我们选后置处理的时候 好先保存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我选择这个poster的时候我们会注意一下它是一个只是一个法纳克的啊 只是一个法纳克的 它并不是说我那台高速洗的机床 好我们再回来 呃我们现在继续来对它做一个啊残料的一个初加工 刀具直径啊刚才我们定义了刀具 自动啊引入刀具前面呢我可以给一个10或者12的这都可以啊 啊路径在这个位置呢啊我们可以直接让它刀亮就可以啊直接让它掉了刀亮就可以下切的层深给这个0.2路径宽度呢为一个.5 保存并计算 同样的我们简单的模拟一下简单的看一下 呃实际上这一刀呢就会把我们前面的毛皮不均匀的地方啊啊特别在拐角树不均匀的地方啊啊一步一步的光刀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这个光刀啊啊实际上这个清歌的这个光刀啊它是从外部往里面啊逐步光下去的而且也是区分了这个水平和垂直啊水平和垂直区域是单独分开的 在这里可以看一下它的道具路径哈一刀光下来这就近似于这种连续的这种道具路径 中间圆弧R连接 呃可以看到它从这个区域跳到这个区域的时候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它是怎么样从这个斜向圆弧从这边过来啊从这边过来他会保持从在这个最高点处他会呃始终保持着这个呃 呃依工件最小的一个z值当然这里面这个猜数啊具体z值多少啊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啊我们这个啊链接啊链接里面啊链接方式啊引线呢像这个里面呢呃可以进行一些设置 进退刀这些设置都可以啊都可以在这里面进行设置 好了我们继续啊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一个精加工这精加工呢呃我上分了两刀一刀是垂直的啊一刀是水平的在这个里面呢我是用的这个啊香港的z加工作为这个垂直部分的一个加工 在这里呢我用了这样一把刀我用了一把啊fy8的哦同样是一个道理啊我们在这里面更改一下更改一下它的金给更改一下转速 当然了这就是说需要更改我们后面的一个马口文件才可以得到这种啊正确的方式 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说真正的高速洗机床的后置和这个普通机床后置是啊不太一样的啊自从建立在这里面呢我们都是做一个啊道量啊在这个层深的这个位置上啊在层深这个位置上我们给一个啊给一个点给一个30就30到90度这个区域啊接下来呢就是为了提高我们效率就不直接计算了我直接存档啊直接复制啊直接存档并复制我们回头一起来计算啊在这里面呢我们再进行一个 水平的一个加工水平的加工在这里面呢我是用的这种啊直线的啊直线的这种加工方式啊同样的选择刀具的时候啊选择刀具的时候还是用这把fy8的刀具限制边界路径啊刀量啊路径延伸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些参数在这里呢我给到一个点3啊0.3 那0.3的一个啊水平惊喜啊我再存档并拷贝啊我再进行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净加工的这种方式净加工 就最后净加工就是要把这个角度清出来啊还是用凡思的这把啊求图刀我选择这把刀 限制边界啊自动啊在这里面都是道量的啊都是道量的在这里面可能要改一下啊这个位置要注意一下啊这个位置要注意一下啊给到一个30道就可以了 好同样的保存并计算然后在这里保存 然后我们再选择整体啊再选择整体的一起来计算这样效率可能会更高一些啊在这里那我就直接打开我现前计算好的这样一个零件 啊也就是我们刚才啊也就是我们刚才看到这个零件啊是完全相同的是完全相同的啊在这里呢可能要看一下啊看一下就我们产生产生我们相应的这个基代码 啊产生的是相应的一些基代码啊呃可能这里要注意一下啊呃因为就是如果说是你拿到了是这种demo版也就是说演示版的话啊啊这不是没有办法操作的也就是说你啊中间啊产生产生产生这个这个这个应该是灰颜色是没有办法产生代码的 谢谢大家